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开始问问题好不好 什么问题都可以问 老师我听到媒体有一些 疾病啊 生老病死就会担忧害怕 那种心要怎样才会 要 就不要担心了 所以我们在心上也常常讲就是说 如果这件事情你能解决就解决 不需要担心 如果这件事情你不能改变或是不能解决 你担心也没有用 所以意思是说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过度的资讯爆炸时代 所以大家不知道哪一个是谁哪一个是假的不知道 今天跑出来这个东西对癌症预防癌症很有效 明天跑出来这个有效 后天跑出来这个有效 科学东西现在有效 未来是10年以后 很多都是退 退播出去啊 像我们很多这种就是领传的药物 以前很有效 过了20年以后 他们造成癌症 金融下架 有很多这种东西 所以意思是说我们要有一次的去 最有效的就是比方说预防疾病也好 预防任何东西 最有效的就是大致 这是天律 不是什么就新来的东西啊 或什么 说不定没有适应我们基因啊 没有适应我们所有东西啊 但是说我们的DNA就是跟大致上是一体的 我们只是大致上是一部分而已 所以意思是说你要预防疾病也好 去治疗疾病也好 任何东西我都在讲就是生活改变 就是你的思维改变 你的情绪改变 你的饮食方法改变 然后多吃一些很天然的东西 很多疾病都自然就会 产生治愈的能力 对所以我常常提醒大家 现在比较少 就是比较难做到啊 少看电视啊 少看手机 做不到就是 很难啊 所以我们的就是时间都被控制住啊 未来就是资讯把我们控的死死的啊 连一点时间都没有啊 所以有时就是静下心来 就是感恩个15分钟 坐下来 慢慢呼吸一下 去接触一些大致 那就都是福气 那都是壮到的嘛 对啊 所以不要太 就是看太多的媒体的资讯 反而会变成弱智 然后慢慢变成老人痴呆 因为就是我们真正是要逻辑思考 对啊 逻辑思考了以后你才会变成是你的知识 你没有逻辑思考 然后就丢讯息丢讯息 然后就是一讯息觉得自己觉得是对的 然后就真的是这样子 你完全没时间去思考 所以一定要练习思考 就是练习感恩 练习思考 练习讲事情 就是打坐最高的境界是想事情 然后想个明白 唯一一件事情就是说好好爱自己是什么意思 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状况是爱自己 就每天都想这个事情 你就会进步的 哦 原来爱自己是这样子 他是有提示的 今天悟到这一点 明天悟到这里 一年以后悟到哇 最高的境界 想了以后才这样 不然我们不断地给你东西给你东西 那知识都是我的不是你的 永远不会变成你的 然后回家以后又忘记 然后下个月又来听 那就知识而已 那都不是没有任何东西 我们不是来学习的 也不是来考试的 对啊 所以一定要练习练习大脑 思考思考思考 对啊 所以我这些东西也是我也 就是跟你们讲的很多东西 我也不断地在思考 立他的什么意思 我不是从佛教学这些东西 然后看看人家大师是怎么成的 然后慈悲感恩的是什么意思 我一直不断地思考 有时候我在神树楼下坐在看着树 然后把这个事情通透了逻辑清楚 就可以讲得很清楚 对心理就是这样 然后不需要任何资料 那东西变成自己知识的事 你永远不会忘记 你到哪一个场合都讲得非常清楚 任何问题问出来你就敢讲得很清楚 然后举例 这叫做智慧 不断地思考 不断地思考一件事情这样子 对 所以要练习大脑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在这里 所以最高境界的大作也是这个意思 思考东西 思考好的 思考就是你不明白东西 悟到了叫做思考 悟到了就不会有太多的烦恼 你就会觉得 人生这么一回事 悟到是原来是要这样做 你就不会卡住了 所以不断地练习 练习才会进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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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